最近大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 讲述了三个临近三十的女性 不同的生活状态、心态及改变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从这部剧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缩影 剧中童谣扮演的顾佳 可谓是很多女生三十岁理想的生活状态 住在上海江边千万级豪宅里 有一个英俊有才华 还万般呵护自己 对于身边万千绿茶 不屑一顾的总裁老公 有一个活泼可爱 懂事又好玩的儿子 出门各大奢侈品加深 迪奥、香奈尔、LV等 就像顾佳所说的 最新感知到三十将至的 也许不是我们的身体 也不是精神 而是物质 然而阶级和阶级之间的鄙视链 不是一个香奈尔可以拉平的 但是可以是一个爱马仕追平的 顾佳为了给老公的公司拉生意 努力要挤进上流社会的太太圈 然而因为自己背的是 五万的香奈尔、Lucky Chung 却被背着几十万的 爱马仕包包的副太太们 从何音笔挤出去了 站在C位的李太太 居住在上海老洋房的副三代 欧盟里财阀 首题价值一百八十万的喜马拉雅 鳄鱼皮、薄金包 果然C位不是什么身价的人都能占的 真的是贫穷限制了小编的想象 樊高、莫奈 傻傻分不清楚的王太太带顾佳入圈 是个爆发户 首题紫色亮面鳄鱼皮爱马仕凯里 价值六十万 努力接身文化圈 将子女送入牛津大学的马太太 是李太太的试交 首题金扣红色浦皮爱马仕凯里 价值八万 富恩代的刘太太 瞧不上爆发户的Omoney 首题RAC定制款薄金包 非常期在爱马仕撒钱的珍爱粉 有钱都买不到 价值八万 十八线小演员余太太 嫁给了岁数跟自己的爸 差不多一样的富豪 做续闲 当后妈不容易 并且在太太圈中年纪较轻 只想低调做人的余太太 首题经典内敛的黑色浦皮爱马仕凯里 价值八万 为了拿下这块敲门砖 顾家还得到处脱关系 才能买到价值28万的限量版的爱马仕包包 果然这款超难买的限量版的爱马仕包包 使顾家成功地打入了太太圈 这些价格只是裸包与顾价 很多有志青年可能会说 这些有钱的太太们背的也不过就是八万的包嘛 今年努努力 采采油 吃一年的土 每年年薪十万的我应该也能买一个 但其实爱马仕很多时候贵的是配饰 换一个金扣换个金饰 像个钻石 这价格可就天壤地别了 从八万的裸包值根大几十甚至大几百万 爱马仕这个品牌从1837年在法国巴黎创立开始只是一家码据点 到现在已经成为各种贵妇名流疯狂迷恋的身份标志 嫁给富商的香港演员黎兹 接拍机会都是爱马仕出镜 辣妈维多利亚 贝克汉姆家里的爱马仕包包都可以放一个房间了 上百个爱马仕 什么颜色什么款式的 应有尽有 地球上最红最有钱的美妆博主J姐在展示自己的豪宅时 一强的爱马仕 真的是富贵必人 当然还有爱马仕死忠粉亮亮 袁永仪 袁永仪喜欢爱马仕的包包绝对不是现在才喜欢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刚出道了一会儿 袁永仪就带着爱马仕出镜 袁永仪的每次接拍基本都是爱马仕 而且每一款都是最新款 爱马仕中也有超贵和超超超超级贵之分 爱马仕尊贵中的尊贵包就是李太太的薄金包了 这款薄金包的诞生还有点甜 1981年 从法国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 英国演员Jane Birkin被返航升了仓位 坐在了一位男士身边 Jane Birkin的包没有内袋 所以一不小心她包包里的东西就都掉出来了 其实她那时最爱用竹篮子当包 而且把各种编制的篮子拿得特别时髦 但是她的丈夫Jack Dwayne在每次出门之前 有一次倒车故意把她随身用的篮子给压坏了 当她包里所有的东西都掉出来的时候 坐在她旁边的男士对她说 你应该用一个有内袋的包 Jane Birkin说 如果哪天爱马仕的包出一款带内袋的 我一定会买 然后这个男人说 我就是爱马仕的 我来给你在包里加个内袋 飞机上坐在Jane Birkin旁边的这位男士不是别人 正是Jim Lewis Dumas 当时的爱马仕首席执行官 我的天 这不是偶像剧的情节吗 Anyways 第一支薄金包就这么诞生了 薄金包的选材到制作过程非常的严谨 每个薄金包由一名工匠从头到尾 全权负责 几只鳄鱼做成的大包 皮与皮之间的接缝都可以做到 像一整块皮一样 丝毫看不出是拼接的痕迹 在每支爱马仕包包的内部 这独一位的工匠都会把他的名字或者编号刻上去 据说如果你的包包出现什么问题 都可以找回到这位工匠本人 薄金包最贵的一款就是薄金喜马拉雅包 喜马拉雅贵就贵在由18K白金箱钻石制成的 全球只有三只 世界上第二个拥有爱马仕最多的女人 贝嫂拥有一只 2017年在香港加世德秋季拍卖会上 一只喜马拉雅鳄鱼皮钻石搭扣薄金包 拍卖出30万美元的天价 在世界最昂贵名包排行榜中 列居第二位 正如《欲望都市》里所说的 爱马仕已与风格无关 本身的意义才重要 当我拎着那个包包的时候 我便知道我已经飞黄腾达 但是小编还是要语重心长地说一句 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 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 成年人开心语录第一条 融不进去的圈子就别硬挤了 挤伤了别人尴尬了自己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